最近我国又发生了一起怀疑跟校园霸凌有关 而导致自杀身亡的案件 我们学校的几率一向来都是很好的 这种事情是绝对不可能发生 同学同学我想请问你们关于最近学校发生学生自杀事件 什么 他被霸凌 我们帮谁这样的空会霸凌他 我觉得他应该是得罪外面的帮派 好像是有啦 可是我也忘记是什么时候了 我再说一次 我们的学校是绝对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的 如果真的发生过这么严重的事情 我们校方一定会接受通报 但问题是 我们从头到尾 没有收到任何通知啊 请不吝啊 真正是 感谢观看